我们再看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管理这一部分的内容 这在考试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年都基本上都是考的是简答题 那么对于在业务执行过程中 特别是质量复合呀 意见发生分歧呀 职业道德呀 以及什么 对业务质量的这个监控啊 这都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我们看第一个有关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 这里面我们首先要知道 事务所要建立什么样的质量管理体系 实际上就事务所 它的内部控制应该包含哪些方面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会计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框架 包括的要素的事 它是什么不属于啊 我们看哪一些 控制环境 资源 监控和整改 相关职业道德要求 哪些不属于哪些不属于哪一个是不属于 这就是什么控制环境 控制环境 这里面没有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种描述说控制环境啊 所以这就要你记住 我们事务所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啊 管理体系这个体系的应该包括八个方面 这八个方面呢我们只有多看了才知道 是吧 包括了事务所的风险评估程序 就是说你做 那个你你做什么 做业务的这个承接 业务的执行啊 都要有相应的风险评估程序 治理和领导层 相关职业道德要求 客户的关系和距离业务的接受与保持 业务的执行 资源 信息与沟通 监控和整改 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事务所应该在这八个方面建立相应的内部控制 我们看应试指南单选的第二题 下列有关对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承担责任的描述中 正确的有 会计师师傅所主要负责人对质量管理体系承担最终责任 主要责任人也分也叫做什么 这个首席合伙人主任会计师 就是他的一把手法人代表 对质量管理体系承担什么最终责任 其他的合伙人都是承担的总体责任 你看质量管理主管合伙人对什么 对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承担总体责任 质量符合人员对项目质量符合承担总体责任 主管合伙人 这应该是项目合伙人对管理和实现审计项目的质量 承担总体责任 所以呢这里面呢就不同的合伙人他在承担的总体责任呢 他是不一样的 像质量主管合伙人他是对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承担总体责任 最终责任就是法人代表 首席合伙人会计师师傅所主要负责人来承担最终责任 我们在看应试指南单选题第三题 下列有关质量管理体系的总体要求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会计师师傅所应当在全所范围内统一设计 实施和运行质量管理体系包括分锁和分布 所以他说不包括这就是错的啊那错的 这错误的就是A 这是我们现在的质量管理体系 都要求五个统一啊五个统一 他在全所范围内要统一设计实施和运行质量管理体系 包括呢我们等一会讲啊哪五个方面啊 是吧等一会我们的具体的解析里面告诉大家啊 这是我们现在啊中助协在这个加强对事务所的管理里面的啊 要求什么统一管理啊统一管理啊就是你包括分锁在内分布在内都是一样的标准啊 会计事务所在设计实施和运行质量管理体系时应当采用风险导向的思路啊 这是我们都要有风险评估是我们质量管理体系里面的一个要素是不是啊 会计事务所应当根据本事务所及业务的性质和具体情况 以及本会计事务所质量管理的实际需要量身定制适合本事务所的质量管理体系 这也是对的吧一定适合本事务所的质量管理体系应当是动态的 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看都是对的 所以呢表示错误的是A 就说应该在全所方位统一设计实施和运行质量管理体系 我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下啊就是现在我们要求事务所 它的管理体系是什么建立健全遗体化管理啊 我们现在提倡的遗体化管理这个很可能我们在考试里面可能会涉及到 在能事方面就是能源管理上面 财务方面业务方面 技术方面包括技术标准和质量管理啊 都要同样的技术标准包括分锁啊是吧 同样的一样的质量管理包括质量复合 以及信息化建设这有信息化就是我们简单一点说是吧 人事财务业务啊 技术以及什么信息化方面这五个方面要统一 所以建立并有效实施实质统一的管理体系 这里呢体现出什么实质统一 啊实质统一一定要统一是不是 会计事务所应对分设立的什么对设立的分支机构啊 内设的部门业务团队进行一体化管理 这就是要做一体化管理 所以他应该包括什么 我们的质量 事务所应该什么 啊统一设计的全所范围内的包括分支机构 内设部门业务团队进行一体化管理 首席合伙人就是我们的主任会计师啊 就是事务所主要负责人 对会计事务所实行一体化管理不主要责任 因为他都要对质量体系承担什么最终责任 我们再看应试指南里面多选题第一题 下列各项中 体现质量管理体系目标的有 啊这个事务所之所以要建立质量体系 他是要保证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人员 要按照适用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责 啊 要保证会计师务所和项目合伙人出去适合具体情况的业务报告 是吗 啊 那保证质量吗 这个报个业务报告就体现了我们的质量吗 会计师务所及其人员 按照适用的职业准则 那履行职责啊 不仅要遵守什么 按照适用的法规 来规定那履行职责 还要按照适用的职业准则 将审计准则啊 来规定那履行职责 啊 会计师务所和项目合伙人出去五百六一件报告 我们只说出去适合具体情况的报告 不是五百六一件报告这个啊 完全是凑的一个选项 是吧 这个D呢 它是什么 不是我们啊 质量管理体系的一个目标 啊 我们看质量管理体系的目标 体现在两个方面 啊 这个质量管理体系事务所啊 制定质量体系就是要是我们的 职业能源 在执行过程中 你要按照准则的要求去执行业务 出去 适合具体的业务的报告 所以会计师务所机器人员 按照实用的法律法规和职业准则的规定 履行职责 并根据这些规定 执行业务 然后呢什么啊 保证呢会计事务所 及项目合伙人出现适合具体情况的业务报告 我们再看这个应试指南多选题第五题 会计事务所应当在全所方法内 统一进行合伙人的考核和收益分配 应当中国考虑合伙人的相关的指标都有 你可以考核他的管理能力啊 经营业绩啊 职业质量啊 社会生育 有的说经营业绩那不是 考核他的经济指标吗 我们是以质量为导向啊 并不是说你不对他的经营业绩进行考核 只能说以质量为导向不能把经营业绩 放在首位啊 所以在进行考核收益分配时 应当综合考虑各合伙人他职业质量啊 所以职业质量放在前面是吧 管理能力 经营业绩社会生育等指标不得承接和执行 不得了以承接和执行业质收入或者利润作为首要指标 不把他作为首要指标就可以了啊 是不是啊 但是他可以把经营业绩作为指标 啊 也不应直接和变相以分锁部门和合伙人或者所在团队 啊 作为利润中心的进行收益分配在全所放回来统一分配 啊不能说啊也某个分锁你创造收益多你就多分配啊 这是的不应该的啊 应该是什么啊 这个啊 不应以利润为中心进行收益分配 那我们再看看呢 在业务的承接以及业务的执行过程中的一些质量管理 啊 看应试指南里面单选的地试题 针对需要实施项目质量符合的审计项目 下列有关审计项目合伙人应当承担的责任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啊 需要实施项目质量符合的项目 哪些是需要实施项目质量符合的项目上市实体在这个事务所来确定是吧 或者法律法规确定哪些需要做项目质量符合的 项目合伙人应当承担的责任 是吧项目合伙人应当承担责任 委派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这个项目质量符合的人员能不能由项目合伙人来委派啊 不能是由事务所来委派统一委派 只能说项目合伙人要确定是否是否给我们的项目委派了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是不是应该这样来说啊 所以呢啊 A呢他不是他的一个责任 我们看B 配合项目质量符合人员的工作 这是啊 配合他的工作 这是对的吧 与项目质量符合人员讨论审计过程中遇到的重大事项和重大判断 重大事项重大判断 这个重大事项和重大判断工作底稿是不是我们项目合伙人要符合的内容啊 所以呢 因为为什么要符合呢 因为这些事项我们还要跟项目质量符合人员进行讨论的 所以这也是对的吧 在项目质量符合完成之后才签署审计报告 我们只有完成项目质量符合之后项目合伙人才签署这个报告 所以呢 BCD呢都是表述是正确的 A呢他不正确 啊 这个项目合伙人项目质量符合人员不是由项目合伙人员委派 应该是审计项目合伙人应当确定 事务所是否已经给我们委派了什么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这是呢 你作为项目合伙人你应当确定的你的职责之一 我们在看应试指南单选题第六题 会计事务所在委派项目主持下列说法说法中正确的是 项目合伙人和项目质量符合人共同对项目总体质量负责 不对啊 我们说项目合伙人 他是对什么 对这个项目的管理和质量负总体责任 而项目质量符合人员是对项目质量负合负总体责任 那不对的 所以呢他这个呢啊描述了这里就不正确啊 这个不正确 对于高风险业务的承接啊 要质量管主管合伙人符合审批 这事务所里面制定了啊 对高风险的项目呢 应该有质量管理合伙人啊 主管合伙人要符合审批高风险项目啊 要符合审批 所以这个是对的吧 啊 委派项目的商量合伙人 离人之后啊 继续负责对项目进行项目质量负合 这对不对 这个又不对了啊 啊 这个不对啊 那我们说 说项目合伙人 他有两年的冷却期 也就两年的间隔期 才能够做什么质量负合 所以这个呢 不对应该是两年后啊 两年后 是不是啊 啊 两年后啊 啊 所以他这个不对啊 不能马上就就论 对同一客户连续审计业务 应该尽量委派 同一个富有经验的能源担任 客户人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 有个论期啊 有个论期不超过什么 五年了啊 不超过五年 所以五年的论期啊 这个也不对啊 所以呢 这个表述不正确 啊 正确的只有什么 全项B 我们再看 意思指南单选的第七题 下列有关符合 审计工作提稿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对于审计工作提稿复合 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是包括项目主内部复合 还有一个项目 项目什么 质量复合 因为项目合伙能复合 属于项目主内部复合 应该是项目质量复合 这两个层次 啊 一个是项目主内部的 一个是项目主外部的 外部的就是项目质量复合 所以呢 这个 A呢 它是错误的 这要选 A是吧 好 我们看 后面的为什么是对的啊 项目合伙能 应于项目质量复合能源 我们讨讨论在审计中遇到的重大事项和重大判断 啊 这是呢 对的吧 项目质量复合能源履行职责 不应受到项目合伙能直接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项目 质量复合能源 要求就有一定的什么 啊 资力 是吧 他有经验 还有什么 他的权威性 啊 所以这个呢 要考虑的 项目质量复合并不能减轻项目合伙能的责任 更不能替代项目合伙能的责任 所以呢 这个呢 表述也是正确的 错误的就是选项A 我们再看音试指南里面单选题第八题 下列有关项目质量复合与项目组内部复合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哎 项目质量复合仅限于上市实体财务外表审计业务 对不对 项目质量复合 我们说上市实体财务外表审计业务 一定要做项目质量复合 并不表明只限于这一个啊 那你对于 所有的 项目里都做项目质量复合可不可以啊 那可以啊 那当然可以啊 这要根据事务所和注册官自己来确定 是不是啊 或法律法规有规定 所以这个呢 A呢 他是错误的 项目质量复合只能由项目组外部的能源来执行 这是对的吧 他是项目组外部的复合 项目组内部复合的内容 涉及项目的各个方面 对各个方面 但是呢 我们项目质量复合的内容可能包括啊 我们的一些重大的 事项啊啊 重大的判断啊 以及项目的内部 符合时有争议的项目 这可能包括的啊 所以这个呢也是对的 错误的呢 就是A 会计师傅所应当对下列业务实施项目质量复合啊 上市实体财务外部审计业务 这是第一 上市实体的必须做的 法律法规要求实施的项目质量复合的 审计业务和其他业务 以及会计师傅所认为 为应对一项和多项质量风险 有必要实施的项目质量复合的 审计业务和其他业务 我们 这个准则规定呢 现在目前规定的啊 目前准则规定就是 上市实体财务外部审计业务 对于其他的 审计业务和其他业务要不要做 项目质量复合 由事务所来确定 或者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这是呢 要注意的就是我们 一定要做项目质量复合的 就是上市实体不是上市公司啊 上市实体财务外部审计业务 我们在看应试指南里面单选题第九题 下列有关财务外部审计中的 业务执行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业务执行啊 审计项目合伙能应当与项目质量 符合人员讨论在项目质量复合过程中 识别出的 重大事项和重大方断 这是应该讨论的是吧 只有项目质量复合完成之后才能签署审计报告 对吧 在所有意见分歧得到解决之前不得签署审计报告 审计项目主义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出现意见分歧时 因听众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的意见 这不能说听谁的意见 你即使听项目合伙的意见也不行 也不行或者事务所的 当意见出现分歧时 审计项目所应当遵循 快计事务所处理和解决意见分歧的政策程序 不是说直接按什么意见 来执行 这是不对的 我们在看应试指南多选题第三题 下列各项中会计事务所在执行客户的接受与保持的程序时应获取的相关信息 我们在接受某个客户或者保持某个业务的时候 保持客户或者结束客户的时候 结束业务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什么 有没有信息表明客户缺乏程序 这在获取信息吧 没有信息表明客户缺乏程序 具有执行业务必要的数字和专业生的能力 具有执行业务必要的时间资源 能够遵守职业道德 这个就是A的很多人呢就说我们要考要考虑客户的程序 说没有信息表明客户缺乏程序 这就是呢是什么 这就是啊 给我们的工作量的可能消的相对来少一点 但是你必须考虑 客户缺乏程序这一方面 所以他描述是没有信息表明缺乏程序 这就是这个 因为你要去证实客户缺乏程序 那一个很很难是不是啊 很难 但是呢这里呢我没有获取信息表明客户的缺乏程序 这样我工作底稿啊或者工作量的相对来说可以小一点 但是你必须考虑客户的程序问题 所以在接受啊 在执行客户的接受与保持的程序时 应当从这几个方面考虑 我们记住啊啊记住是吧 考虑客户的程序 没有信息表明客户缺乏程序 这是这个啊 执行业务所需要的什么 数字和专业生产能力时间和资源 以及能够遵守相关职业到的要求 还可以啊包括业务风险要不要考虑啊 也是要考虑的啊 我们下一道题就可能会涉及到业务风险 这个业务有没有风险 我在接受的时候我要不要考虑 风险太高我可能不接是不是 这也是要考虑的 所以我们看这一道多选题 第七题 会计师傅所能够接受和保持客户关系 和具体业务的因满足的条件 包括能够生论该业务 并且具有执行该业务必要的数字 时间和资源 这是要考虑吧 能够遵守相关的职业到的要求 以考虑客户诚信 没有信息表明客户缺乏程序 啊包括什么啊 这个业务风险啊 我们也是要考虑的啊 业务的风险要考虑 所以呢 会计师傅所应当 制定有关客户关系和具体业务接受保持政策和程序 以合理保证在决策时 会计师傅所应当充分考虑相关的职业到的要求 管理层治理层的诚信状况 以业务风险 啊以及是否具备执行业务所需要的什么 时间资源 来审慎做出承接 和保持该项业务的这个决策 再看应试指南里面多选题第八题 下列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对项目合伙人的委派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A在全所范围内统一为每项业务来委派项目合伙人 这是统一委派啊 所以呢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不是谁接的业务谁来做 这是我们讲的呢要统一管理 项目合伙人因具有履行职责所要求的适当的胜乐能力 和时间这肯定是要以适当的能力啊时间资源啊 项目合伙人因明确 对省级项目组成员的行为的期望 这是你的一个 对 你要向师傅所提出来我需要什么样的专业能源 是吧 这是合伙的应当明确 你对师傅所委派的时候 你要明确对省级项目组成员的期望 我希望 希望呢 啊 徐老师来参加 因为这次省级风险太大 你把你的期望说出来是不是啊 师傅所呢在委派的时候呢要考虑的啊 项目合伙人应当确定 省级项目组做出的重大判断 据此得出的结论是适当的 这项目合伙人呢 你的一个责任 是吧 你的责任 所以呢这个也是对的 ABCD都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 应试指南里面的多选题第九题 关于项目质量符合的 能源的客观性的保持下列政策 可行的有 A 不由项目合伙人来委派 是吧 它有客观性 不由项目合伙人来委派 由师傅所统一委派 在符合期间 项目合伙人 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不得以其他方式参与该业务 这也是的吧 项目质量符合人员应当确保协助能源的客观性 项目之间交叉实施项目质量符合 信不信 不能 在同一个 省级年年度里面不能交叉进行符合 项目组之间来交叉符合 你符合我的我符合你的 这是不允许的 这 可能呢 没有保持 符合能源的客观性 所以除非出现特殊情况 如果具有适当性的能力和权威性的能源不足 否则会计师傅所 应当尽量避免在同一年度内 交叉实施项目质量符合 应该尽量避免 这样会 影响到 符合能源的这个客观性 我们在看应试指南多选题第10题 审计项目合伙人应当在审计过程中 十当十点 符合工作提告 这是项目合伙人啊 要符合工作提告 下列个项中 所以审计项目合伙人应当符合工作提告有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跟你讲过了的啊 就重大事项 重大判断 这个重大判断包括什么 在遇到困难时 或者有在审计中遇到的困难 或者有争议的项目的相关判断 你得出的结论 那质量符合也是要符合重大事项 这些重大判断 包括项目组的是吗 他们之间有争议的或需要做到 咨询的项目 我们都是符合的重点 啊 再就是项目合伙人跟根据自己的职业判断 另外与项目合伙人职责相关的其他事项 并不是要符合所有重大判断风险相关的所有项目 是吧 啊 所以呢 啊 选项D呢 他是扩大了项目合伙人符合的范围 当然你 啊可以去符合你有这份经历你可以去符合 啊但是呢 我们说属于这个准则规定的啊 把定的啊项目合伙人应当符合工作底稿的是三个方面 重大事项重大判断以及什么 项目合伙人 觉得与他的职责相关的这些事项 啊这三点呢 希望大家把它记住 啊项目合伙人无需符合 所有与重大创罚风险相关的 事项的工作底稿啊 这个观点曾经在 以前的考试里面涉及到过 我们再看看 有关 项目质量符合的这个简答题啊 这是每年必考的内容 啊一共是五个事项啊 就是事务所的质量管理体系 啊就是事务所建立了这样一些质量管理体系 或者是这样一些内部控制 啊要你指出质量管管理体系的内容是否是大 不恰当 简调说明理由 在做这样题的时候呢 一定要让大家明白一点啊 我们准则 啊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 他所规定的都是最低要求 可能事务所制定的 质量管理体系要高于这个准则 那都是适当的哦 啊那都是适当的 大家注意这一点啊 啊假设我们要求是这个 啊每三年啊对项目合伙人要做检查 啊这是准则规定的 但是呢我这个事务所每年一次行不行 那当然更好啊 是不是啊啊像这样的 你不要认为他是错的啊 我们来看第一个事项 事务所每年对业务收入考核 排名前十位的合伙人奖励五十万元 对业务质量啊考核 排名的后十位合伙人罚款 你看他这奖励的是什么 他业务收入作为首要指标是吧 你可能说对业务质量考核 如果是前十名的奖励五十万 那可以是不是啊 这里呢啊他应该建立这样考核制度 啊或者分配制度讲证制度 没有体现以质量为导向的原则 所以考试者看到这个关键词以质量为导向 啊以质量为导向是吧 或者呢质量至上也可以 啊也质量至上也可以 这是呢这个 第一个事项所以这关键词啊 质量至上质量为导向 啊第二个事项 事务所每三年每三年至少一次 向所有需要按照相关职业道的要求 保持独立性的能源 获取其遵守独立性政策和程序的书面确论行 我们是应该是每年一次啊 所以不恰当啊 所以每年至少一次 向职业需要按照职业道的要求保持独立性的能源 啊获取什么 他的书面确论行啊 是每年至少一次 所以呢他这里呢 啊他是每三年一次那就不恰当 有的事务所是吗 每个项目啊都要有一次 是不是每个项目一次啊 那也是可以的啊 事项第三啊就是我们的事务的质量这个管理的第三项管理体制啊 对新晋升的合伙人 事务所每年选取其已经完成的业务进行质量检查 这是没问题吧 如果连续五年合格之后啊 以三年为周期进行业务质量检查 这也是对的啊 每三年为周期检查 每三年检查一次 如果连续两个周期合格之后 以五年为周期进行检查 那就不对了啊 我们准则要求什么 每三年至少检查一次 所以呢你后面错在这里啊 错在这里 以后的是吗 每五年那就不恰当了啊 应该是每三年为一个周期做业务质量检查 所以不恰当 我们再看第四项 质量管理制度啊 为确保客观性 项目质量复合能源不得 为其符合的省级项目提供咨询 你不得为其咨询 我们的准则要求呢 只说你的咨询不影响客观性 他这个事务所理是什么 你就不能做咨询 不提供咨询 所以这个是 恰当了吧 他的要求很高 我们看第五个 质量制度啊 如果 省级工作地稿中的 纸质记录 经扫描之后 以电子形式归档 原纸质记录应该销毁 以确保对客户信息的保密 呃纸质的呢 是吗 原来纸质的 那要同样要保存打印出来之后 所以呢这个不恰当 原纸质地稿予以保留 这是在工作地稿里面 工作地稿的管理也是事务所质量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我们再看 应试指南简大题第三题 ABC会计师傅所质量管理体系部分内容在录入下 我们这里呢 也就要四项啊 对吧 要你指出 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内容是否恰当 不恰当简单说明理由 第一个 质量管理部 负责会计师傅所质量管理的设计和监控 其部门主管和合伙人对质量管理体系承担最重责任 谁对质量管理体系承担最重责任 他只对质量管理的执行 承担什么 承担总体责任 应该是事务所首席合伙人 或者事务所主任会计师 或者是事务所主要负责任 对质量管理体系承担什么 最重责任 所以会计事务所主要负责任 对质量管理体系承担最重责任 质量管理主管合伙人对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 承担总体责任 第二项制度 所有公众利益实体的财务外表审计业务 法律法规要求实施项目质量符合的审计业务 或其他业务 以及评价为高风险的业务 均实施项目质量符合 这个呢 我们说 准则规定只有 上市实体的财务外表审计业务 需要做项目质量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的 做项目质量符合 这里呢 它质量符合的要比我们 准则要求的更高一些 所以这个是恰当的 我们再看第三项制度 对承接上市实体的 审计业务 每个项目合伙人 每六年为周期 对每个项目合伙人 已完成的业务至少 选举两项进行检查 我们三年一个周期 选举一项 你六年为一个周期 选举两项 是不是对的呢 那不对 那不能变相啊 这样平均每三年抽一次 那不对 所以这个不恰当 周期最长不得超过三年 它超过三年 每个周期内 至少选举一项 你每个周期内选举两项三项都可以 是不是 但是你周期最长不得超过三年 就是说三年之内 你至少要选一个项目进行检查 在第四项制度 项目合伙人对事务所分派的业务的项目管理 和项目质量负责 这是没问题吧 如项目合伙人和项目质量负荷能源 存在意见分歧 职业以项目合伙人的意见为准 凡是出现意见分歧 所以以谁的意见为准 那就一定是错的 那错的是吧 这相当意见分歧没有解决 事务所应当自立相应的 政策和程序来处理和解决这个意见分歧 不得以直接以谁的意见为准 这样呢凡是以谁的意见为准 这里呢都是错的 你把这个表述方法看 第一意见分歧没有解决 在事务所应当制定 处理和解决意见分歧的这个政策和程序 这个呢把它记住一下 这样呢经常在我们考试里面 经常会考到意见分歧的问题 再就是什么 再就是我们刚说的 这个检查的周期 最长不得超过三年 每个周期内每个项目合伙人 至少选取一个项目进行检查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